4月12日 星期二晚上 这个岳鱼谈 大家都知道 在香港攻打四方城 捉箭打麻雀 就是我们香港人很喜欢在茶寓饭后 社交联谊 其中一个活动 你也知道 香港务力串金赤土 現在我們都很難招呼朋友回家打兩圈 這樣的情況 很多時候聯儀會各方面開桌 麻雀灑落或者飲宴之前 就可以打兩圈這樣的情況 當然我都很擔心 雖然我老婆不懂打麻雀 但是華人最喜歡玩的遊戲 也可以證實可以對抗老人癡呆的活動 董建華這條混蛋一早就應該去 推廣一下攻打四方城的華人傳統文化 又或者他自己打兩圈 他的膝頭就不會繞 凶快哀哀哀哀喆 要下樓梯這樣情況 我真的很擔心打麻雀 這玩意很容易失傳 因爲現在的小朋友 每個人都掛著打遊戲機 不如便喜歡到回家 打任天堂的轉動文化 不如是冷靜著自主機 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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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w牙哀哀哀哀哀哀 目無表情 含屍酒肉 彷彿對外界完全失去了興趣 對女人 完全不覺得 是一個cup of tea 自己活在他們自己一個虛擬的世界裏面 打麻雀當然是好東西 打麻雀又可以 看看對方這些 對家一起玩 那些人的皮性 早點了解牠的牌品是怎樣 不用在麻雀桌以外的地方 跟他交叉就蝕了給他 吼你那個匿姑匿姑 這個新年財 劉德德華都有說 排品好就自然人品好 排品稀就自然做人都比較稀 那你見到這個傻子 打牌 反台 賴掃 輸錢不夠還 舉手又回 吼你老母一路打人 吼你老母 被人截了碗就發脾氣 吼你老母這些人 我們大家都吼你老母都聽過 說打牌就吼你了什麼 傷了感情欲 失了朋友 沒有他 比其他意外的地方 蝕了給他 打牌 了解這個人 值不值得跟你交往 賺了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我一見到 有小朋友 喜歡打麻雀的 雖然我自己不懂得打 我都吼你老母 盡量成全他們 好像加拿大那些契仔契女 吼你老母 同索曼都未能說得清楚 廣東話的正確的發音 吼你老母 這些一索就叫鳥仔 吼你老母 東就叫Yes 西又叫West 吼你老母 吼你老母 跟他一見到他那幫 竹星仔 竹星妹在那裡打牌 你小人到就是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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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遊戲機好過看Hockey 吼你老母 甚至有Pizza給他 他都吼你老母 放在一邊不想吃 竹箭最重要 麻雀當中的樂趣 很值得這些年輕人去推廣 近來就知道 去年2021年的10月13日 有班的小朋友忽發其想 竟然走去檔鐵裏面 抬了麻雀 抬了麻雀台 走去車廂裏面 就是打他老母的這個麻雀 和這個四方城 真厲害 good idea 老奧都覺得 作為一個文化創意人 竟然有一班這樣的年輕人 異想天開 走去麻雀裏面 抬了麻雀 拿著麻雀台 走去車廂裏面 打麻雀 這個有脆 有破格的做法 的而且確 令老奧對香港的年輕人 有這個挑戰力 有這個勇敢 Thinking out of the box 還要負之於 將這些天馬行空的 這些idea 勇於去實踐它 很難得在香港裏面 總之最好短小 頭腦 精密之餘 個個都可能民政 個個都可能暗春 個個都好像綿羊 那怎樣解釋 因為英國佬 就不需要leader 英國佬最要有罪人 就是做execution 最要是聽我的order 服從我們的 不要搞那麼多reable出來 不要那麼多挑戰者 不要搞那麼多挑戰權威的人 如果個個都 好像歐美裏面那些 歐美的嬉皮事 個個勇於挑戰體系 個個勇於發表他們的 歐美裏面的意見 然後勇於實行 哇 你有什麼管治成本 歐美裏面多難搞 去到回歸之後 歐美共產黨更加要一班 歐美裏面的陷屁 叫你走你千萬不要站起來 歐美裏面的陷屁 叫你坐下 歐美裏面的陷屁 頭向東 屁股向西 脫褲 最好就是歐美裏面 有些這些含屍走肉的走秀 異於他們的管治 所以在這些教育制度裏面 一直以來都教了你們這些傻子 就是死固固 好離這個狠狠董建華 真是不能打麻將 搞這些混蛋 這些混蛋 教育出來 令到大家混蛋 通識科裏面 學會很多的 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用於挑戰 用於歐美裏面推翻以前定下來的一些定律 那他們這些混蛋 動產黨 中共 港共 現在就是歐美裏面 將這個通識科 要歐美裏面 抹掉它 要你們這些混蛋 要你回答摩刀答案 這些混蛋 公民教育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香港這些年輕人的小朋友 不要說 現在家庭環境好了 又有姐姐看著你 歐美裏面又要爸爸媽媽 放假的時候帶你去玩 歐美裏面 你下街自己勇於勇闖 冒險 探險 這些活動 你想都不用想 好來 歐美裏面 媽媽叫姐姐Maria 又帶你去練芭蕾舞 又要練朱森蒜 又要歐美裏面 練普通話 又要英文創作文 跟著歐美裏面 就要踢球 又要歐美裏面 玩游道 跟著又要打台拳道 還有人與行龍拳 每一天亡咎過你媽媽 你爸爸媽媽媽 還要找到機會行房 你媽媽媽 連睡覺的時間都沒有 還要做些 你媽媽媽 整搭電話簿 那麼厚的功課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小孩子 年輕人的腦袋 在裏面 硬到你媽媽媽 超過條鐵 這樣 轉彎都不懂得轉搏 你媽媽媽 也不懂得偷吃 整班傻瓜 過了過了都好像 啤帽 你媽媽 湘西港師那些殭屍 跳下跳下 你媽媽 給他們一把刀 都不懂得飛 這樣說 所以 在這個情況之下 2019年 我們的社會運動 我們都見到有一班 年輕人 勇於挑戰權威 勇於 對這個社會 為他們的未來 為他們的前途 勇於去拼命 但是這個社會運動之後 走的走 捉的捉 捉的捉 逃亡的逃亡 坐牢的坐牢 我們都很難看到一些 比較跳脫 有自己主見 或者勇於 表達自己的小朋友 現在見到 有一班小朋友 竟然就 抬張這些 四方桌 麻雀桌 走去地鐵裏面去打牌 但是當然 當時他們就搭這個 旺角站上車 搭車去到這個彩虹站 就是 晚上七點鐘之前 就離開了這個地鐵站 打其幾圈 其實都不是真打 只不過是做一下樣子 扮一下 拍一些 鼓勵不到的這些短片 放上這個互聯網裡面 就開心分享 當然其實真的忍速無害 但是 最能拿命的 就是你警方 殺有介事 真是你媽媽出動警力 抓人兼封艇 將邵氏五條的小孩 年齡由27到20歲 大部分都是學生的年輕人 全不忍報就是緝拿歸案 緝拿歸案之後 還要罰他 在地鐵的車廂裡打牌 左忍住人家走路 照看當時的這條片 車廂裡面 並不忍耐這麼多人 這是第一名 另外 說真的 又有幾忍阻定 又不忍耐放石油器罐 又不是放炸彈 又不忍耐燒烤打火鍋 我真的看不到安全性 有什麼忍耐的大忍獲 當然 他說你左忍住就左忍住 他說是又是 沒有辦法 但是 值不值得為這些雞毛酸皮的事 去捉勾這些年輕人 還要過堂 每人割罰 五個水 另外 因為有四條人 就是用了這個落油卡 與這個身份不相合搭地鐵 又是活該的 如果你真是害怕 用自己這張地鐵 被人實名制 找得到你 撞了爺爺阿公的落油卡 那是幾個崩州 但是你不用這樣 入閘的時候買一張票就可以了 入閘之後 出閘之後 就被人家撞了 拿了去 沒有人知道你是哪個 又不是這樣去做 是要 付少一點錢 這東西就不對 另外一條哥哥仔 因為要抬一張 長闊高 超過170cm的這些物件 進去這個地鐵 而這張麻雀桌的高度 亦都超過了130cm 又要再罰多五個水 齊頭 全部加上罰了五叉的東西 謝謝 謝謝 小小小小小小小 大小小小小小小 喝一杯 水